你知道人肉是什么味道的吗? 老王辛苦工作了一整天,急需一顿美食来犒劳自己,他将现杀的女人摆上案板。 女人的肉比较鲜嫩,先用佐料腌制半小时,等油温达到七成热在小火慢煎,香味瞬间就被激发出来了。 这是老王最享受的时刻,乡间人排配上一杯红酒,小日子不能更美好,剩下的肉被他用保鲜膜分装,塞进冰箱慢慢食用。 老王就是这样一个老实的好男人,除了爱吃人,没有任何不良嗜好,四十岁依旧手身如玉,因为看上他的女人都被他吃了。 老王是个采访,手艺精湛广受好评,接人带物也温和有理,外表看起来更是个谦谦君子,任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食人组,而且专吃年轻女性,他以往获取食物的方式,就是在荒郊野岭制造车祸,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好下手。 为了方便处理食材,他还专门租了个秘密基地,这天大雨倾盆,眼见着是不会有人来做衣服了。 于是老王把店门一关,准备早早回家吃顿好了,没想到在楼下遇见了新邻居,是个肤白貌美的年轻女人,老王的食欲瞬间就上来了,殷勤地帮女人拎行李上楼,回到家后才发现,透过窗户刚好能看到女人的卧室,房间隔音不太好,时不时还能听到楼上打电话,这能看不能吃,可把老王给馋坏了,只能拿出冰箱里的存货解馋。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,总有不同的男人进出小美家,原来小美是个应兆女郎,但老王并不在意这些,只要肉质鲜嫩就好,就在她发愁没机会下手的时候,小美自己送上了门,一个女人走进裁缝店,但她不是来做衣服的,而是发自己的名片。 女人是个应兆女郎,当来这座小镇定居,希望能把名片放在邻居老王的店里,多招揽一些恩客上门,老王微笑着答应了,为了报答老王的帮忙,晚上小美主动来到老王家,意思很明显,没想到老王没接她的话查,反而声势地表示去给她倒杯水。 小美跟着走进了厨房,说想要喝杯冰啤酒,说着就打开了冰箱,冰箱里装着满满当当的人肉,当然小美并不知道这是人肉,但她还是有些诧异,笑着调侃老王,没看出来她这么爱吃肉,老王并没有解释。 而是递给她一杯水,亲眼看着她喝了下去,很快小美被迷晕过去,老王开车带着她去了秘密基地,馋了许久的肉终于被摆上案板,口感跟想象中一样美好,冰箱再次被食材填满,这让老王十分满足,第二天她刚准备出门,门外却站着个女人,长得跟冰箱里的食材一模一样,这就有点惊悚了,好在女人主动自我介绍,她是小美的双胞胎妹妹,听说姐姐独自来了这座小镇,她不放心想过来看看,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姐姐,所以想找老王打听一下,老王怕她 报警引起警方的注意,于是假装热心地把她请进家里,然后拿出手机假装帮忙报警,让妹妹心里很是感激,随后妹妹暂时住在了小美家,每天站在窗前偷偷看老王,觉得这个男人非常迷人,殊不知老王已经把她当成了储备粮,女人因为在男人肩膀上睡着了,而男人却想把她吃掉,是真的做成菜吃掉,就在老王满心盘算的时候,楼下响起了警笛声,老王瞬间被拉回现实,要知道她的冰箱里可全是人肉,只要妹妹活着就有可能报警, 一旦引来警察她就完了,如今吃掉妹妹是最稳妥的办法,于是老王提出带妹妹出去散心,反正小美的事交给警察就好,他们也帮不上忙,妹妹愉快地答应了,老王带着她来到一个林间小屋,照就把妹妹迷晕,接下来该是熟练的肢解,可当她拿起刀的时候,脑子里全是妹妹信赖依恋的画面,竟然让她下不去手,食人族爱上自己的食物,老王觉得很荒谬,第二天妹妹从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竟然没穿衣服,还以为老王对自己下手了,殊不知确实是下手了, 却不是太以为的那种,妹妹一心爱慕老王,老王也对妹妹动了心,所以她坦白了自己食人族的身份,以及吃了小美的真相,妹妹不知该害怕还是伤心,总之一定很崩溃,但她没有大喊大叫,只是静静地落泪,然后让老王带她回去,可当车子行驶到半路,妹妹突然忍不住了,她解开安全带就去抢方向盘,导致车子翻到了沟里,等想拉着老王,能归于尽,最后死的却只有她自己,老王抱着妹妹的尸体悲痛不已,或许这一刻她是后悔的,最后她一个人回到了家里, 看着窗外正在举行宗教祭祀,她站在窗前不知想些什么,是在忏悔自己的罪孽,还是物色下一个猎物呢?